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就出现了琉璃瓦的碎片了 我终于看见了 大家看 这个位置就是当年王室墓园的遗址 这个是地宫所在的位置 已经变成废坑了 这都是当地村民放的一些杂物 这处废弃的墓园是在德林村里 最初也是有地面建筑 比如电门 响电等等 但如今除了这处地宫废坑 还有一些围墙砖室外 其他的建筑已经没有任何意见了 聊到这儿有些朋友回问 万历皇帝的皇后 为什么会埋葬在这个地方 又为什么会迁葬到定灵地宫呢 这个问题得从墓主人聊起 当聊到这位墓主人王室 就得从万历九年聊起 有天万历皇帝 来到他母亲李太后的宫中 看到了一位非常漂亮的姑娘 于是就宠幸了她 这位姑娘就是这位墓主人王室 从这一天她的命运被彻底改变了 这一年王室十六岁 后来王室就怀孕了 但她的身份比较低微 她不敢生章 但她的肚子又一天一天变大 这件事情肯定是隐瞒不良 于是她跟李太后说了 李太后听完后非常的高兴 于是把自己的儿子叫过来 问是怎么回事 但是万历皇帝不承认 李太后一看儿子不承认 就让太家拿起居住过来 当时万历皇帝都懵了 因为这上面很清楚记载了 什么时间什么地点 皇帝宠幸了谁 因此万历皇帝只能承认了 就这样王室被封为公匪 后来王公匪很争气 为万历皇帝生下了皇长子 也就是后来的明光宗珠常罗 但是王公匪并没有因为 生下皇长子 而过上幸福的生活 反而开始悲惨的生活 虽然万历皇帝不是很宠爱王室 但还没有到厌倦的成果 后来王室又为万历皇帝 生下了皇嗣女 但不久后就要折了 王室悲惨的生活 是从郑氏生下朱长玄后才开始的 郑氏可是万历皇帝最宠爱的女人 当年万历皇帝不顾群臣的反对 进封正式为皇贵妃 而且她还想立朱长玄为太子 当时朝中的大臣们还有太后都坚决反对 因为万历皇帝没有嫡长子 所以按照规矩要选皇长子朱长罗为太子 但是万历皇帝还是坚持立朱长玄为太子 从此长达十多年的国本之中开始了 关于这个问题咱们在探访明光宗庆里的时候 已经详细聊过了 这个视频就不再重复了 最终万历皇帝破于压力 策立皇长子朱长罗为皇太子 但从此王公飞被幽禁在景阳宫中 不让她和自己的儿子相见 这对每位母亲包括王公飞在内 都是非常残忍的事情 由于太思念自己的儿子 她每天一泪熄灭 后来王公飞连自己的眼睛都哭下了 当聊到这儿有些朋友可能会问 这儿子当太子呢 万历皇帝为什么还要把王室幽禁起来 准的来说还是因为立出问题 万历皇帝认为 无论是接受王室还是立朱长罗为太子 都是因为母亲李太后 她对王室没有什么感情 因此她越想越生气 就是因为你朱长寻才不能当太子 那李太后 她真正喜欢的不是这个儿媳妇 而是自己的孙子 就这样 王室在景阳宫中被幽禁了十年 在万历三十九年王室并危 太子朱长罗请示了很久 这万历皇帝才同意让她去景阳宫 见自己的母亲 此时王室强撑着最后一口气 等着见自己儿子最后一面 她在这个世上 唯一牵挂的应该就是自己儿子 后来朱长罗来到母亲面前 由于王室的眼睛已经哭下了 她只能用双手 抚摸自己儿子的脸庞和衣服 特别开心 说到我的儿子终于长大了 我死而无憾了 万历皇帝对王室的去世 她毫不在意 当时是以未生育的妃子规格 埋葬在东京左侧的平岗地 也就是我现在所在的位置 王室在临终前可能后悔过 那天和皇帝相遇 但看到自己儿子后 再多的过 她都觉得是值得的 当时王室万万没有想到 自己的儿子过了19年 战战兢兢的太子生活后 好不容易当上皇帝吧 在位29天就驾驭 直到王室的孙子明熙宗朱游教登基后 才正式追封了自己的祖母 然后又把王室的官官 从东京迁葬到定令地宫 和万历皇帝合葬 当时明熙宗还为祖母 补充了三香的随葬品 孝敬皇后一生命运悲惨 两次入葬 儿孙两位皇帝 在一个月之内先后登基 最终王室终于在地下 享受到了皇后的礼 但我想孝敬皇后应该不愿意 和博情的丈夫合葬在一起吧 请问道士文是不要 后终于是在决定地址上 达了一张 还结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